疫情加速了科技的发展 也为我们的生活带来铺天盖地的变化 我相信最近你一定常见到有关 Metaverse 元宇宙的新闻报道 而社交媒体大佬Facebook 也毫不掩饰他们的野心 想要领先打造元宇宙 甚至更改他们公司的名字 来反映出Facebook从社交媒体 升华至元宇宙公司的大方向 那元宇宙Metaverse究竟是什么 它会对人类的文明带来什么冲击 还有对投资人而言 这会不会是另外一个投资爆点的到来 嗨 欢迎来到理财老司机的频道 这是一个关于理财 投资 还有个人成长的频道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 马上点击订阅并打开小铃铛 这样你才会收到我所有影片更新的通知 元宇宙这个词源自1992年的一本科幻小说 雪崩Snow Crash 老实说Metaverse原本的概念就很抽象 中文翻译为元宇宙有时候更让人摸不着头脑 在雪崩这本小说中 在现实生活中的每一个人 都有一个平行于现实世界的虚拟身份 在Metaverse这个网络世界中以分身的形式 随时可以自由切换身份生活在物理还有数码的世界 这并不是玩电子啊 感觉很抽象对吧 其实我更喜欢ROBLOX UC公司的执行长他所表达的 元宇宙是一个将所有人相互联系起来的3D虚拟世界 人们在元宇宙拥有自己的数码身份 可以在这个世界里尽情互动并创造任何他们想要的东西 在此时此刻我们可以使用我们手中被称为智能手机的工具 随时连接网机网络还有拍摄高画质的影像 而我们戴在手上的电子表 甚至能够监测我们身体的状况还能够进行通话 这在仅仅30年前是完全无法想象的不可思议 伴随着科技的高速发展 那一些高科技企业也在不停地想象 究竟人类的科技未来会是什么样的光景 随着5G技术网络覆盖及计算机速度的高度提升 人工智能的进步 制作电子游戏的引擎效能日益强大 加上代表沉浸式体验的VR、AR、MR还有XR技术与装备不断地提升 还有区块链技术去中心化的传递机制作为辅助 保障虚拟世界运行的高效、透明、安全及稳定 元宇宙的概念越来越接近实现还有普及的地步 财力胸后的大型科技企业自然是虎视眈眈 如果元宇宙代表人类科技的未来 肯定没有一家企业愿意趋于人后 所以纷纷提出了各项与元宇宙相关的开发计划 元宇宙的价值链包括七个层面 体验、发现、创作者经济、空间计算、去中心化、人机交互及基础设施 再次提醒大家 我们正在讨论的并不只是电子游戏 而是人类的科技未来 结合真实还有虚拟世界的整个趋势 举个例子 一位脑科权威医生要替远在他乡的病人 进行以往被视为危险性极高的脑瘤切除手术 在元宇宙的人机互换层面 我们不仅有机会做到远距离完成手术 甚至还能在虚拟世界里面 复制病人的所有身体状况信息 让医生有机会在元宇宙中 预先进行无数次的模拟手术 并在人工智能的协助下 尽可能降低手术中可能出现了人为疏失 再将手术过程的每个步骤传回现实世界中 让手术台旁的手术机器人来进行 大幅增加手术的成功及病人的存活率 元宇宙Metaverse并非停留在概念的阶段 有好些的开发项目已经被提出来 甚至已经正在被执行 像是由PixOut公司 由2011年推出的The Sandbox 通过引入Sand Sand使用代币 允许用户以游戏的形式创造 构建 购买和销售数字资产 而Rob Rocks作为由百万开发人员组成的全球社区 提供支持和制作沉浸式的多人游戏体验 并实现玩家任何天马行空的想象 有以太坊区块链提供支持的虚拟现实平台 也允许用户创建体验内容 并进行土地及产业的交易 还有数码宠物世界XC Infinity 可以在这个世界繁殖 饲养和交易称为XC的幻想生物 还可以与其他玩家战斗 通过战斗和完成任务取得游戏代币 贴近现实商业元宇宙计划的 还有Facebook的Horizon 可以让用户探索玩游戏和建立内容的无限扩展VR世界 而它的曾经是体验设备 由Facebook旗下的Oculus公司所开发 对于嗅觉灵敏的投资人而言 谈到元宇宙Metaverse 到底有什么抢占先机的概念股 是让我们可以找到投资机会的呢 首先当然就是Facebook 除了上面提到的Facebook Horizon 根据纽约时报的报导 Facebook也在积极开发虚拟现实 也就是VR的商业方案 他们正试图通过虚拟会议的趋势 进一步抢占VR商务市场的先机 来自加拿大的AR增强现实和通信技术公司 NextTech AR Solutions 它通过云端技术提供点对点的软件平台 用于电话会议 远程办公 电子商务 广告 远程教育和社交领域的服务 另一家在VR设备研发中 占据领导地位的公司 就是我们所熟悉的Sony 作为全世界最受欢迎游戏主机 PlayStation的开发商 Sony具备能够以相对较低成本 制造高性能VR设备的技术与新增力 提到PlayStation 自然就会想起老原家Xbox 但是Microsoft出现在这个名单 其实不是依靠Xbox 而是他们旗下的Microsoft HoloLens HoloLens被微软誉为符合人体工程学 不受限制的独立全息设备 通过其高精准输出的企业级应用程序 能提升医疗保健行业的服务 以及促进学术机构所需要的体验式学习 除此之外 微软的Azure Mesh系列云端服务及产品 也被Microsoft定义为 企业元宇宙解决方案的重要一环 谈到元宇宙 除了沉浸式的穿戴设备 更重要的就是强大的计算处理器 在虚拟化环境中 性能就是一切 NVIDIA开发的计算元件 让这家公司在这个领域 无法受到投资人出示 NVIDIA已开发的 ARM架构处理器Grace 以及虚拟世界开发引擎Omniverse 已经是实实在在 早已运行的元宇宙产品 在纽约交易所挂牌 代号为U的Unity Software 是对游戏迷来说 另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 Unity Software除了游戏软件的开发 凭借着卓越的软件性能能力 包括高清渲软 空间音频和可变粒子系统 提供真正身临其境的用途体验 甚至以跨着运输和制造领域 不容忽视的元宇宙高科技企业 当然也包括了Google Google的优势是在于AR的开发 专注于通过使用方便的便携式智能设备 将虚拟图像放置到我们的现实当中 正如Google在其AR网页上面所解释的 AR将数码内容与信息叠加到物理世界上 就好像它们真的在你身边 在你自己的空间里 我所提到的这些元宇宙概念股 除了来自加拿大的NextTek 其他都是挂牌在美国股市的高科技企业 如果你想要进一步了解甚至是投资 你就会需要一个海外券商的户口 而我最近刚介绍的富途Moomu 就提供了你可以投资这些元宇宙概念股的投资平台 元宇宙Metaverse受到高科技企业 还有大型投资银行的重视 仿佛就是在向大家宣告 过去个人电脑还有网际网络的普及 到后来智能手机的面试 这一些改变人类文明的发明 将会由元宇宙来继承 开发元宇宙将会是一个渐进式的过程 而各家科技企业有着个别的专注领域 他们也有自己不同的想法及盘算 但构建一个无边无际的平行虚拟世界 让人们可以在当中生活、学习、工作、娱乐等等 这一些共同目标可以说是相当一致的 在未来 现实与虚拟世界的连结将日益加速 有朝一日融为一体也不是我们无法想象的事情 而眼下的这一刻 我们已经来到了现实与虚拟交叉融合的起点 作为聪明的投资人 你从元宇宙Metaverse领悟到了什么 好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带给大家的内容 马上分享给更多的朋友看见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 马上点击subscribe的按键 并打开小铃铛 这样你才会收到我所有影片更新的通知 我们下一支影片再见啦 拜拜